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针对近日全台的卫生纸抢购潮,争取国民党台南市长提名的黄秀双今天表示,各项民生物资不断上涨,政府却一直无法有效抑制,让民众长到怕,亦有风吹草动,民众即因预期心理顿祸抢购,更加彰显人民对政府没信心。 黄秀双表示,卫生纸面纸是民众耗量极大的生活必需品,虽然萧宝处表示3月中旬前卫生纸不涨价,但面对涨声响起,造成全台民众拼命抢购,各大卖场架上卫生纸几乎全被扫空,对如此重大的民生讯息,政府尽事先毫无掌握也拿不出因应的政策与手段,实在令人失望。 苦于物价涨,但薪水不涨的老百姓只会更加辛苦,无奈。 黄秀双强调,卫生纸、油、电等民生用品万物起涨,以严重影响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民众怨声载道,随之而来的3月电价是否调涨,可能又会开启另一波掌声。 原本追求均负的社会难道要迈向均贫的地步吗? 黄秀双呼吁政府不要指极力推行血浅军公教人员的退休及付及广大劳工福利与权益等违反诚信正义的政策,而应多关心民众有感的民生议题,为民众探紧荷包,还给大家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订阅